长存感恩 转换业力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二次的开示 三 师父跟你们讲 永远要把业力转换 把恶业转换成善业 比方说 我现在想到一件事情很不开心 突然之间我想明白了 我为什么不开心 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的 这就叫做转换 比方说 我婆婆整天欺负我 对我不好 我一直想不通 恨这个婆婆 天天这样恨 实际上 你的寿命就在缩短 她都还没走 你却已经在接近死亡 会真的气死人的 她照样天天骂你 她没有感觉 骂你骂得开心了 因为她骂你 就出气了 你天天心里憋着气 诅咒她 第一 你诅咒人家 你就短瘦了 第二 你越来越恨她 你更短瘦 你饭吃不下 觉睡不好 最后 你身体就垮了 所以要懂得宽容 原谅人家 要包容人家 师父要你们 懂得转换业力 要想 我的婆婆 当得不容易啊 把儿子养了这么大 今天 她儿子娶了我了 对我这么好 妈妈当然会嫉妒 会不开心 我应该对婆婆更好 让她不要难过 婆婆把儿子 养得这么大 付出很多的 这么一转换之后 你就不会恨婆婆了 你就不会生病了 你自己也好了 这就叫做业力转换 把恶业转换成善业 邻居吵架也是这样 明明两个人吵得很厉害 你就不要去吵 想想对方也不容易 你就让让他又怎么样 自古以来 哪有互相争斗 可以平息争斗的 只有谦让 才能够平息 他跟我吵 我不跟他吵 我才平息心中的怨恨 如果我跟他争斗 永远争斗不止 现在的人也是厉害啊 楼上楼下 邻居吵架 楼下的 就不让楼上的睡觉 一到早上 四五点钟 就拿着拐棍 往楼上咚咚的敲 法律也拿他没办法 到了晚上 就换成楼上的 敲楼下的 就这样 你来我往 到了有一天爆发了 楼上的 因为长期睡不好觉 失眠生病了 气得不得了 找了一些民工 把楼下邻居的门都拆掉了 接下来 楼下的 又要找人 把楼上的家 弄得怎样了 你们说 有完没完啊 没完没了 夫妻在一起 也是没完没了 孩子跟父母亲 也是一样 在公司跟老板 也是一样 你不想见的人 却要天天见 想见的 却天天见不到 这就叫做 求不得苦啊 难过不难过啊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要转换业力 因为你们的业障 会像潮水般过来 你们听得懂吗 业障来的时候 三六九啊 十三岁 十六岁 十九岁 都是官 二十三 二十六 二十九岁 也是官 这是一般的官 还有很多人 自己造因得果的官 有的二十一岁 二十五岁 四十三岁 还有六十六岁 七十三岁 八十四岁 这些都是官啊 一个人的官 都是不停的 你想想看 你要是哪次 一个官没过 你不就走了吗 所以能活到今天 已经要感谢 官师音菩萨了 开开心心的 过一天 有时候想穿了 开开心心的 过一天就算了 希望众生和平 看到人家都好 自己才过得好 很多人 刚开始 都不了解一句话 平安是福 因为每个人 都在攀啊 都不觉得 平安是福气 其实 真正的平安 就是没有事情 家里孩子好 不出事情 我自己身体好 公司没有事情 平平安安过一天 这已经是福气了 还要追求什么 你们想想看 几个家庭 能有平安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本来天天都好的 家里冰箱忽然坏了 不然 楼上水管漏水了 堵塞了 不然 银行房贷利息 忽然升了 你想想看 你们哪一天 不遇到事情啊 你要是没有一颗 定得下来的心 你没有智慧的话 在人间 你活得了吗 昨天家人还好好的 隔天送到医院去了 你想得通吗 出院之后 不等于你就没事了 你接下来 有更多的事情 公司今天好好的 明天就不好了 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 红法 跟着我们学 因为法门殊胜 今年 2011年 师傅在香港 就有2000多人 参加法会 明年在香港 就会有7000人啊 这就是 越学越明亮 越学越开心 你们过去 跟台长也不认识 在中国 我们也不认识 你们有的从台湾来的 有的从大陆来的 有的从边疆啊 还包括我们 澳大利亚 很多的老华侨 你们有的 从世界各地来的 为什么能够 大家齐聚一堂 听台长讲啊 因为台长 跟你们讲的是真话 讲的是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所以你们大家 就像兄弟姐妹 朋友一样 坐在这边 很开心 得到很多 你们来了 听台长讲一次 你们回到家 会舒服好几天的 不过真可怜 也就这么几天 为什么 想通就想通 两三天而已 就像徒弟一样 听完师傅讲之后 就很开心 回到家里 对老公也特别好 过了两三天 就不行了 因为她看到 这个环境 又让她难过 起来了 只有彻底的 从心里改变 你才能改变 你今天想通了 我这个肉体 本来就是空的 我今天能够活着 我要感谢 观世音菩萨 还有很多人 没办法活着 年纪很轻 就走了 我这个老太太 现在还能 活在人间 我真要谢谢 观世音菩萨 我在晚年 还知道 观世音菩萨 能够救我 还能够 哄法力声 还能够念经 这就是福气 我还有什么 好懊悔的 这个世界 没有后悔 没有退路可走 只有勇往直前 过去的 就是过去了 将来的 就是靠现在 自己做的 要知 你以后去哪里 今生做者事 你今天做的 所有事情 就代表着 你以后 要往哪里去 如果你们 继续做坏事 你们就到 鬼道 畜生 如果你们今天 拼命地 做好事 学佛 你们以后走了 就是去天上 这就叫做 欲知来世国 今生做者事 你想知道 你过去生中 做了多少坏事 今生受者事 你今天所享受的 就是你过去生中 所谓的报应 你上辈子做坏事 这辈子 你就受恶报 你上辈子做好事 这辈子 你就受到好报 三是因果 师父用白话佛法 两句就解释好了 我用不着 像很多大红法师 要讲上半天的 我用两句话 就让你们都明白 你想知道 你想知道 你以后的情况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以后 不要再做坏事了 你一定会 越来越好 这就是 今生做者事 所以佛经上面说 不要去想过去 也不用去想未来 能够把握住今天 胜死两个明天 在马来西亚航空上 一个空服员 知道台长 有看图腾的功能 就问台长 师父啊 我最近有件事情 无法决定 请师父开示一下 什么事情啊 有一个朋友 不是马来西亚居民 但是 手上有两亿元 想把钱 汇到马来西亚 想借我的银行户头 把钱汇到我户头 他有跟你要钱吗 没有很多 他要我先给他 两万马币 让他处理律师 和税金的费用 然后 他就可以把两亿元 汇到我户头了 汇到之后 他说他会跟我 对分这两亿元 台长当时 真不知说什么好 世界上 竟然有这种人 会相信这种事啊 还要台长 给他看图腾呢 他硬要我看 我就跟他说了 那是个骗局 这钱不是你的 接下来 那个人还会 跟你要一点钱 是啊 他还跟我要钱 来支付他的转账费用 你还有钱吗 没了 你没钱了 你就不要再付钱给他了 你就先等着 他把钱给你 台长就这么说 又不能让他伤心 但是接下来 他讲了句话 才真让台长伤心 他说 卢大师 我真的非常谢谢你 我有你的书了 书上后头 有你办公室的地址 等我钱拿到了 我一定到澳洲悉尼 当面谢谢你 听了这句话 才真让我伤心 所以你们想想 人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 人不明白道理 他不知道人家骗他 他没有智慧啊 你们要有智慧 你们才能得到 更多实质上的东西 你们没有智慧 就得不到啊 人有时候 不发怨 也没有关系 一发怨之后 天上地下 都来找他了 所以当一个人 不发怨的时候 没有关系 发怨之后 麻烦就来了 因为天上的菩萨 知道了 地府的灵性 也知道了 所以不能随便乱发怨 阴阳两极 都会知道的 不要轻易地发怨 但是发了怨 就一定要做 为什么发怨的人 求事情特别灵呢 因为天上的菩萨 和地下的鬼神知道 你这件事情 就容易成功 是合理合法的成功 有怨力 就相当于 有一张很正的通行证